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今日盘前解析 今天是1月19号星期二 周一澳股是跟随上周美股的节奏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调整 医疗股PME再次牛气冲天 因为股价是已经来到了历史新高 所以各项技术指标积极 但因涨幅过于迅猛 所以存在超买的可能 我个人是会选择作弊上官 在上涨之中值得一提的群体是JBHHVN与KGN 那毫无疑问疫情终将过去 但疫情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与改变是持续的 因此对于三家公司而言 存在基本面之上的有利支持 那因为债券收益与美元走强的原因 大宗商品是出现了一定的价格回落 因此昨日矿产板块表现不佳 矿产股入局需要择时 选择比努力重要 那每股时段呢 三大股指波动幅度相近 各股方面并无太多的亮点 未来汽车的股价一度接近 之前所提到的关键价位55块 那昨天南下资金达到了230亿的规模 周一香港恒生来到了12个月的新高位置 上证指数呢 同样表现优异 因为上周中国再次推出 推出稀有矿产的新规定 所以呢 昨天稀有矿产板块表现优秀 那其中大牛股紫金矿业 是与我本人完美错过 在没有阅读任何财报的同时 我却注意到其董事长迎娶交期的新闻 大家都在努力赚钱 我却只顾埋头吃瓜 我不错过 真可谓天理难容 那亚洲时段的黄金是守住了1800的大关 目前已经有仓位的朋友 适合采取观望策略 澳币跌破0.77 欧元跌破1.21 市场短期节奏为美元走强 顺势而为 可能当为最好的应对策略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可以选择点赞与转发 在澳洲的朋友呢 可以选择拨打03-8658-0602 与我们取得联系 我是GoMarketsAlan 我们下期节目见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